妈,这以后可能就要辛苦你了 儿子,我知道了 你说说燕子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能挨到脚 她也不是故意的 别说了,前面就到家了 走吧 妈,快进 妈,快坐 儿子,你说说这个燕子也够不小心的 现在活着孕呢 怎么还能挨了脚呢 妈,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说了 她也不是故意的 这次要麻烦你了 本来我不想把你接过来 可是我这工作比较忙 这白天不在家 没时间照顾燕子 所以就把你接过来了 行了,你别说了 我在这照顾她不就行了吗 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要不咱们去看燕子 走吧 燕子,妈来了 燕子,你说说你 这现在活着孕呢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我也不想这样 谁知道一下就挨到脚了 那以后好好躺着吧 这大帅也让我过来照顾你呢 那给你添麻烦了,妈 麻烦什么呀 妈,这样吧 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钱 燕子想吃什么 你给她买点营养品 毕竟她现在活着孕 又歪到脚了 到时候啊,你给她好好补补 我知道了 喂,李经理 哦,我知道 这不,我爸我妈给请过来了 行行,您放心吧 这不等一会儿就去报道 好好好,那先挂了 妈,这我们经理啊 给我打电话 让我赶紧上班的 那就麻烦你了 给她照顾燕子 行了,别跟我客气了 赶快去吧 行,我走了 燕子,你想吃什么 就跟妈说 嗯,我知道了 那你在这儿歇着吧 我把我的衣服送进房间里 嗯 妈,我去上班了 你在家好好照顾燕子 我知道了 你赶快去吧 行 我照顾,你媳妇还不放心啊 我喊你心里啊 只想找你媳妇 这都几点了 妈 妈 喊什么呢 能不能休息一会儿 什么事啊 妈 这都十点了 你怎么没教我吃早饭啊 饭啊,我吃过了 啊 那我的呢 哪有你的呀 吃饭的时候你不起来 现在有吃饭呢 吃饭的饭呀,我倒掉了 妈,我不是昨天晚上失眠了 没睡着吗 只今天早上又睡过头了 你行了吧 妈,都是借口 你是不是在看手机啊 没有 没有 你骗谁呢 你必须以为我不知道 燕子 你是不是 看我儿子让我过来照顾你呢 你故意折磨我呢 我没有妈 这样吧 以后早上 我都起来吃饭 那个 我现在饿了 你能不能给我做点吃的 不能 我走好看的时候你不起床 现在你又说饿了 饿了呀,自己去做去 这大学走的时候不是说了让你照顾我吗 我现在怀着孕 再说了,我腿也不方便 你不方便 你不吃 你还拿我儿子来压我呢 我告诉你 我儿子呀,现在他去上班了 我怎么对你呀,他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吗 我这样怎么了 燕子 我告诉你 我没那个义务照顾你 还吻到脚了 你说你什么本事呀 怀着孕也不知道照顾自己呀 你什么你呀 想吃饭呀,自己做去 想着啊,让我照顾你 不可能 我也想让你照顾我呢 妈 妈 妈 干什么呢 我口渴了 你能不能给我倒点水呀 想喝水呀,自己倒去 我慢着呢 哼 不是说不能动吗 这我不给你倒水,你自己也下床了 你呀就是故意折磨我呢 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 我跟她的命运 That's right 我让你带我倒点水和你搅使我 你快过来 老板 我让你带我倒点水就行了 那你自己吃的橘子你自己不能收拾啊 我不能收拾 我收拾 还要你干什么呀 你是我儿人媳妇 你照顾我一下不是应该的呀 我想着让我照顾你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可是也得分情况嘛 我现在怀着孕呢 这腿也不方便 这大帅让你来 是照顾我的 不是让我伺候你的 好呀你燕子 你长本事了 我说一句 你实际话等着我呢 我今天就让你照顾我 赶快把垃圾给我收拾了 今天你敢给我收拾试试 我不收拾 我还使还不动你了 你再给我说一遍试试 我要去做饭了 我站住 今天垃圾给我收拾完 你别想做饭 妈 你干什么呀 我不求你照顾我 我自己去做饭总行吗 你说干什么呀 今天呀 我就好好给你立立加规 让你知道 在这个家里 谁说得算 我现在怀着孕呢 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 你少拿怀孕当早年才 怀孕怎么了 哪个女人没害我孩子呀 今天 你必须听我的 我就问你 这个垃圾 你给我收拾不收拾 我不收 我今天就好好收拾收拾你 我给你收拾不收拾 我给你收拾不收拾 别打我呀 我不带你 不带你 你还给我收拾呢 给我收拾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干什么呀 你别因为你怀孕了 在这个家里 你就可以撑往桌罢了 我告诉你 我不会管住你的 我没有 到现在 还给我收拾呢 你给我收拾不收拾 这燕子 怎么哭得这么厉害呀 好像 是谁在欺负她似的 不行 我得跟她老公说一声 喂大师啊 以后塞在我家里 我说什么 臭是谁 我让你们说什么 妈 你干什么呀 妈 你干什么呀 燕子 你没事吧 还没有什么事呀 儿子 我告诉你 就是你呀 太怪罪她了 什么事点都使唤我 我教训她呢 行了 妈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这燕子可是你的儿媳妇 这肚子里还怀着你大生的 你怎么能欺负她呢 我欺负她怎么了 你说她 什么本事呀 在怀孕里面 还能挨到脚 我看她就是啊 故意折磨我呢 让我过来照顾她 妈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这是你的儿媳妇 是咱们的家人 我让你来照顾她 你去欺负她 妈 你不知道 这十年看婆 十年看媳吗 你现在这样对她 以后等你老了 你让我怎么办呀 还能怎么办呀 我让你照顾我呗 反正啊 我又不指望她 妈 这 我怎么跟你说 你都不明白呢 到现在 你还不认得自己错误 你知不知道 这燕子为什么崴到脚呀 我知道什么呀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她崴到脚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还跟你没有关系 妈 我就跟你说实话 这燕子崴到脚 都是因为你 怎么因为我呢 我又没跟你们住在一起 妈 是这样的 你不是喜欢吃樱桃吗 这前段时间 樱桃下来了 这燕子就想着 给你买一点 给你送过去 可是 我工作忙 她真是要去 所以 在路上给你送樱桃的时候 这不小心 才崴到脚的 原来是这样呀 那儿子 你去接我的时候 怎么不告诉我呀 这我不告诉你 你就能欺负他呀 这不是燕子他体谅你吗 怕你知道 怕你自责 所以啊 要是让我瞒着你 哎呀 儿子 你说说你啊 这孩子 你办的什么事啊你 燕子 这妈不知道 你就是因为我呀 我要知道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哎呀妈错了 妈不应该打你 我呀 一会好好照顾你 行了 妈 现在知道错了 已经晚了 你既然这样欺负燕子 我绝对不会容你的 你还是回老家吧 哎呀儿子 这千错万错 都是妈的错 你就让妈 照顾燕子吧 这燕子快要生了 还让你照顾他 我不放心 妈 你还是走吧 走啊 别逼我赶你 燕子 对不起 我先走吧 啊 燕子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 我爸妈接过来照顾你 她竟然这样对你 是我不好 你 你没受伤吗 我没有 燕子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就带你去院检查 咱别落下什么后遗症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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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